歡迎回到鐵蛋超人俱樂部 今天為大家邀請到的是我們新月傳奇的知音製作 順略君 毛毛 毛毛不是那個毛毛 毛毛的毛毛不會毛毛 剛才好像講過這樣 順口六毛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沒有 我們剛剛提到的是 除了有這個新月傳奇本身這個故事之外 其實我們還結合的跟月亮有一些關係 比如說我們要把阿姆斯狀登入月球 這個情境做一個呈現 大家光聽到這個太空人的名字 就是當然就是登入月亮 可是你知道嗎 你知道阿姆斯狀登入月球後 其實它曾經失聯了12分鐘 跟地球表面失聯12分鐘 你知不知道嗎 毛毛毛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 大家應該都不知道吧 這次做這個戲才有這個阿姆斯狀的事件出現 大家都只知道阿姆斯狀登入月球 然後講了一句話 人類的 我的一小步是人類的一大步 對 我的小酷酷是人類的大酷酷 因為我比較胖嘛 對對對 所以從這個登入月球就開始在講跟月亮有關的故事 對 但是我們就發揮想像力把它 因為它曾經失聯12分鐘 那這12分鐘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不知道 那我們就發揮了想像力 就把這個賣個關子 對 賣個關子 把這個創意呢用在這個舞台上 然後當然我們還另外有一個片段叫做這個 為你在月亮 很可愛的一個小片段 所以主角當然就是熊囉 對熊 而且我們把這個北極熊跟台灣黑熊變成好朋友 等一下等一下 永遠不可能見面的兩個熊 對 光聽著畫面 因為是白的 也是黑的 對 很可愛 因為你知道嗎 北極熊 我們知道現在溫室效應 所以北極其實慢慢的融化當中 住的地方越來越少了 沒地方吃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就用這點說 北極熊因為住的地方沒地方吃 所以他就來拜訪他的好朋友 他第一次到山上來 因為他好朋友台灣黑熊住在山上 他來他家做客 可是呢 然後台灣黑熊對他非常好 所以他就想要送一個禮物給黑熊 要報答他這樣 對 然後所以他就問黑熊要什麼 那黑熊就也不知道他要什麼 就看到人家吃冰淇淋 他說他想要冰淇淋 看到人家要花他就想要花 結果呢 他後來看到月亮 他就決定了他要的是月亮 然後呢 北極熊就要開始想辦法把月亮摘給他 所以他就找了很多可愛的動物 包括企鵝 包括憤怒鳥 包括這個青蛙 包括等等野狼等等 來幫他想辦法 然後想的辦法千奇百怪 非常可愛 可是呢 最後有沒有栽成 這邊賣個關子 為你再月亮 就是展現出兩隻熊呢 然後非常好的友誼 那所以其實 這中間當然也有做一個 串場的一個主軸 對 對不對 那這隻串場的角色是 就是我們的遺中哥哥 一個爸爸 對一個爸爸 這次飾演爸爸 跟一個小女孩 還有媽媽 一個比較蠻特別的家庭的一個結構 對 其實我們這一次 刻意就是說 一個小女孩其實他一直很想 他在路上遇到一頭台灣黑熊 所以他就把他帶回家 想要跟爸爸講說 他想要養黑熊 這怎麼可能嘛 對 可是呢 就是因為爸爸都不相信 所以他就會開始說服爸爸 那說服爸爸的過程當中 他就告訴爸爸說 其實黑熊有多麼可愛 然後有些什麼嘗試 所以其實藉由這個過程 我們讓聽眾朋友來看戲的時候可以了解 黑熊的嘗試原來是這個樣子 他的一個特徵 他的長相 他的一個動物的習性 對 那爸爸本身是一個比較重視科學性的人 所以到後來當然他也知道孩子很喜歡這些猴熊 可是問題是 其實黑熊是不適合養在家裡的 他一直用很現實的態度 就叫他面對 等於是就說服了孩子 其實黑熊還是希望他回到大自然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他 以後我們可以去山上找他 可是搞不好 他在大自然有自然的環境之下 他可以培育出更多可愛的小黑熊 哇 公廷這個 好溫馨的故事 對啊 好溫馨耶 但是我覺得這個中間 這個爸爸應該沒有這麼簡單 對 那個爸爸很難搞定 他爸爸很賤啊 對啊 這沒有你來演啊 賤壇 賤壇 就是士銀戰前一戰賤壇 賤壇 不過 沒有沒有還有一個片段沒講啊 就是最後他的小男生要跟黑熊告別的時候 黑熊送他一個女 小女生 要跟黑熊告別的時候 黑熊來送他一個可愛的黑熊幻想 一個小禮物 一個黑光劇 給他看 直風車最經典的黑光劇 欸 對 所以你看整個故事聽起來是不是很可愛 很溫馨 溫馨可愛 小朋友絕對超愛 對 唉唷 押韻喔 再來啊 所以呢 爸爸媽媽看了絕對不會說 唉 對 然後也不會不來 對 唉 唉 平身跟摺身不一樣喔 雖然是同樣的運 唉 那我剛剛是管押韻而已 都不管前面的平摺身 你不管捷運就對了 對對對 你都坐高鐵 那我們剛剛講到其實這幾個創作裡面 都是新的喔 都是新的啊 當然是新編的啊 對 你有聽過哪個故事你聽過嗎 沒有 只有哈姆時狀登陸月球啊 可是問你哈姆時狀笑十二分鐘 這也是非常這個 這是新編的 對 那我在想說 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遇到什麼 因為我們講到說 新編這件事情 對很多創作者來講就是 非常大的一個問號 這個我想讓媽媽來講好了 其實我們在創作過程當中 遇過一些評審 其實原來故事不是這個樣子 真的 我們這一齣戲大概是 我剛好昨天在整理東西 然後翻到我們第一次會議紀錄 是去年的十月 當時我們其實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是一個長篇的一個 一兩個小時 對一個完整的故事 那故事的內容也跟剛剛那個 那個我們超倫哥哥講的完全不一樣 但是一樣是他寫的劇本喔 然後呢 當時的故事就是在 從頭到尾就是在敘述 台灣黑熊跟一個小男孩的 一個有點像冒險的童話故事 但是我們經過排練 大概排了一個一個月左右 然後我們就請我們的執行長 就是我們總編導那個 那個李美國進來看了 看完之後呢 他就覺得說 這樣子一個故事 也是可以啦 就是這樣演也可以 可是他就覺得 創意還不夠 應該創意不夠 想像力還不夠 所以他就覺得說 不行 我們給孩子看了不能只有這樣 所以其實都是對我們自己要求啦 所以等於到後來他覺得說 除非有再更精進 就是你這個故事要重新再去發展 有更創新的東西出來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說 其實我們現在那其中跳不出來 就是說如果再這樣發展下去 感覺好像也一些心意 還是沒有辦法弄出來 會陷在原本的框架 對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好我們就打破現在 我們就等於是停損點 然後這個地方我們完全丟棄不用 我們重新另起爐灶 整個大翻盤 對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很多在創作過程當中 會遇到的一個事情 那對演員來講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一個 不只對演員喔 是所有的製作產 所有的人都整個是後空翻了一下 對對對 可是你看 我的意思說 說真的你如果沒有經過這個過程 這個是我要請宜中葛跟大家講一下 所謂麵條跟包子的故事 完全符合這一次這個製作的精神 你跟大家講一下麵條跟包子的故事 我再解釋為什麼 這其實很簡單就是說 有一個人肚子餓了 對有一個人肚子餓了 那他就吃了這個包子 吃了一個包子 兩個包子 三個包子 就覺得吃的不夠飽 那於是呢 就沒有像你那麼飽 對沒那麼飽 笑不出來這樣子 然後呢 突然有人就端了碗麵過來 然後他就 那有麵 那當然我就吃麵好了 那就吃吃吃吃吃 吃完麵之後 覺得肚子怎麼飽了 嗯 那以後吃麵就好啦 幹嘛吃包子 對啊 他就講說原來是吃麵才會飽啊 那我那前面吃這麼多包子做什麼 基本上會這樣想的是蠢蛋 沒有但是這個故事就告訴大家 就是一個關聯 創作過程如果沒有前面那些過程 你不會有後面這個結果 對你沒有累積 你最後沒有那一碗精華出現 對所以其實我們後來發現說 欸你看這樣改一改就是覺得更可愛 然後更有想像力跟創造一個空間 所以有時候整個創作過程當不見得說一定是要一開始發想那樣子 嗯 你如果更好的我們一定會往更好的方向 隨時可以去做一個改變跟調整 那當然這次就很可憐行政就很慘 哇人養馬翻啊 對啊 對我們光是改那個文宣 因為可能對演員來說其實就是 前面的就當作沒這回事嘛 就重新洗掉 對就重新排就好了 可是對於行政來說 我們所有出去的文宣全部都要收回來 重新再請人家再改 然後文字重新寫 新聞稿重新寫 全部都重新來過 其實包含我們這一次 一開始光是連海報的設計 也非常經歷一番波折 就是本來一張設計好的海報 我們最後又整個砍掉重新畫 因為覺得不夠好 那像你們遇到這樣的問題 比方說你們像我知道 可能有時候要打電話 跟以前的會員啊 或是說一些觀眾朋友來 來告訴他我們這次演的一個劇 但我們這樣子一個大翻盤之後 怎麼樣來告訴他們說 那我們這次的變化是什麼 如果有人打電話來問的話 對其實我們也是有為這件事情 有跟大家好好做一個解釋 但是其實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就是雖然說我們故事跟原本 大家一開始看到的大綱不一樣 可是它變得只會變更好 它只會變得更多元更豐富 原本你看到的只是一個故事 從頭到尾同樣的角色 但是你現在看到的是四個故事 而且四個故事裡面還會有 各種不同的形式 有黑光啊 有可愛的小短劇啊 然後也有比較長篇的一個故事 然後也有很創意的東西 那其實這個東西會比你原本看一個故事的想像力更多 跟它的就是讓小朋友可以得到的一些不一樣的體驗是更多的 那當然基本上其實家長都能夠接受 因為他們就會覺得說來看子豐車的戲一定有一定的水準嘛 但這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壓力 就是你要一定要真的要把它做得好 讓大家看到的時候不會覺得說就是有知會票價的感覺啦 因為其實我覺得因為有些爸爸媽媽他喜歡帶小朋友看整出一個完整的一個戲 那這一次其實有這樣一個整個完整劇本的故事 也有很多小品的創作 其實真的沒有說一定是整個故事好或是片段故事好 都有各的優缺點 那當然每個人喜歡看的東西也不太一樣 可是我想剛剛媽媽講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只要讓這個戲的創造的感覺會更好 我們不排斥去做任何的一個變動 那我覺得當然總面倒也講一句很經典的話 他說他當然知道如果有些票賣出去的時候 在做修改的時候 可能有些家長會反彈 會有一個困擾 但是他說寧可被人家罵 也不願意對不起觀眾 就是這樣做做平平順順的一齣戲 那我想這是也是我們子豐車的精神 就是說其實我們就像319的定幕劇一樣 那個唐吉克德 對不對 夢想在裡面堅持到底 那夢想一定會實現 就是說那種東西是種堅持性 就是說我們堅持把最好的東西呈現出來 那我相信說其實進去想看的觀眾朋友 絕對不會失望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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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自己站在演員的角度上呢 因為其實這次 除了就是幫忙也是在編導的部分 有要去做一些演員上的處理之外 自己扮演那個角色 其實我很喜歡演這個角色 演一個爸爸的角色 因為也是我即將要成為新的一個身份的一個角色 那我就會想說那其實我將來怎麼面對我自己的小朋友 我兒子 那我是用怎麼樣的一個 就像剛剛那個超人 超人講的 你是 只是想要一個小孩呢 還是說你要你是因為愛小孩 才想要這個小孩 那這對我自己來講的 也是我要去好好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當然肯定是很愛小孩 那我除了愛他之外 我將來怎麼要來面對這個小孩子 我要怎麼樣來教他 怎麼樣來教育他 那這個東西在我做演員這個角色上面的感覺是 其實是很貼切的 在目前來講 對 所以我相信這個爸爸的角色應該會非常有趣的 對 那其實我們剛剛是提到說高雄演出而已 其實在台北我們嘛 就是高雄首演完馬上又拉回台北嘛 對 所以台北演出時間是 台北是4月13到4月22 演兩個禮拜 演兩個禮拜 對然後在城市舞台 就是台市對面之前的社教館 對 那所以呢 除了高雄台北之後 我們還有全台灣的巡迴 包括有這個中立 中立 板橋 台南 台中 高雄 高雄等等 還有嗎 沒有了 就這幾個城市 所以呢 如果對新月傳奇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要怎麼樣購票 你可以打到止風車劇團 我們姐姐都非常的親切 電話是02 23926170 那另外我們在 除了高雄場以外 我們都是在年代售票系統 那高雄場的部分 因為它是跟春天藝術節配合 所以它是在兩廳院售票系統 所以不要妨礙 高雄演出是在兩廳院售票系統 其他全台灣的巡迴是在年代售票系統 有任何問題可以打電話到 直風車劇團02 23926170 那新月傳奇絕對是一個大家 非常值得觀賞的一齣戲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毛毛 來到我們的節目 也希望所有朋友給我們支持 走進劇場 就是給我們最大的力量 沒錯 OK今天節目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謝謝大家 掰掰